不要死 夏至未至中 另一个让人心疼的角色 是由白敬廷饰演的 阳光少年陆芝扬 白敬廷清秀俊朗的气质 以及看不出年纪的娃娃脸 被网友誉为校园剧的 最佳代言人 我觉得我自己的青春而言 就是坚持吧 就是自己如果想干一点事 绝对不能放你 一定要坚持 现在在坚持 像之前我一直在坚持 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去 接近演员这个行业 其实我觉得 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这个过程中 吃多少苦都是幸福的 坚持演员这个梦想的白敬廷 其实是学习音乐出身的 从小学习钢琴的她 早已是钢琴实际水平 虽然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 但白敬廷却的表演有着极大的兴趣 在毕业之前她突然改变了找工作的方向 因为之前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演员 因为是学音乐的 但是只是自己对这方面有很多爱好 然后我其实自己也没有什么人脉关系 然后去面试了很多公司 也不知道是骗子还是真正的公司 也去了很多选秀选角这种 有一段时间可能是高三毕业那年 然后因为自己的专业跟表演完全没有关系 我觉得自己可能这条路就被堵住了 然后我想最后努力一把 但是努力的结果就是不断的说错 大家都觉得你不行 你延不了期 你不可能当演员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挺憋屈的 然后也不敢回家见父母 还是挺痛苦的 有时候不敢回家 我真的跟地铁里面 就是地铁里面睡在地上真的都睡我 因为就是怕回家见到父母 就是没有完成自己的心愿